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让李冰冰体力透支 氧气瓶也差点用完 跳水运动员出身的杰森斯坦森对李冰冰十分敬佩 他表示 很多潜水教练在一旁待命 但水底的意外总是在一瞬间发生 时时刻刻不能掉以轻心 冰冰亲自进行这项危险的拍摄工作 让我十分佩服 李冰冰坦言 这个角色能表现出足够的戏剧张力 而我自己想要在肾上显速快速飙升的时候 证明我做得到 即使全身冷得发抖 我还是很开心自己能够办得到 日前 巨齿沙在外网媒体平台的口碑也解禁 烂番茄暂时收录 最后能爽到就醒 并且极为强悍的鲨鱼吃人戏份 很带着点以前的大白鲨 侏罗纪公园影子 不够亮点的缺乏也让全篇显得中庸 挑不出太好的 点也说不上很差的点 看完希望 不少媒体建议 故事应该更加短角惊悍一些 而非像巨齿沙样臃肿 此外 李冰冰在片中的角色 还被不少人认为成功的何杰森的角色 产生了化学反应波 也许看他两对戏很有趣 来自逃票票媒体号 逃票票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